哈囉 大家好 我是夜神 哈囉 我們今天要玩的是這張地圖 對 我們現在要玩的是Untern 然後我們這張地圖 我不太會念英文耶 怎麼辦 它算是一個 石油危機嗎 它可以說是一個石油危機啦 就是好像是某一個大力的一個城鎮 對 然後發生在這座島上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去遊玩這座島 OK 那我們Untern 首先當然就是要去找資源啦 那麼現在是3.0版本 那因為我有去打代碼 所以可以就是有3.0 喔 斧頭 生存最重要的都是一定要有這把斧頭 才能去打擊殭屍 然後我現在要走出邊啦 哇 欸 這真的會嚇死人欸 真的會嚇死人欸 欸 剛好在對岸 然後我現在是扮演的是突擊隊 Untern有三種職業 到三點之後有三種職業 第一個職業就是突擊隊 就是我現在這個職業 然後第二個職業它叫做 防禦 它翻譯是防禦 可是我還不知道它真正叫做什麼 第三個叫Support 就是所謂的醫護兵 那麼三種職業各有特色 突擊隊它是 就是可以跑很快 跑很快 然後耐力回復很快 傷害力又高 然後 拿槍的時候 準確度又高 然後防禦的話 聽到這個防禦 相信大家應該都知道 就是 喜歡扣的很少 然後 它有一個奇特點就是 不用一直吃食物 它有 我記得防禦有一招技能 它叫做 活力 那麼它其實就是可以讓飢餓值呢 下降會比較慢 下降緩慢 那麼Support當然就是 可以幫別人補血啦 對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去 打這些殭屍 那麼其實打殭屍還是有訣竅的 那麼 要如何 去運用這些訣竅就是 就是 就是要自己去發掘 其實重點 重點玩這款遊戲 就是要再也去自己發掘 那麼 人家說 要打殭屍的話 就是 第一點一定要點這個 這個叫做 第一點技能它是傷害 那 那麼你技能點大概 達到了兩格之後呢 只要擊中頭部 就會暫時 擊退殭屍 殭屍 殭屍就會像我剛剛這樣抖一下 它並不會 造成攻擊 那你可以在這個時間點 趕快再去攻擊 那位 那個殭屍 然後 你就可以一直去賺技能點 這樣 這樣 殺這樣是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好殺 OK 我們現在看到 對面有一個 類似 醫療站 那邊是門口 OK 唉唷 那什麼東西 嚇死人 真的會嚇死 不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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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背包 OK 好 那我 推薦的話是這種背包 這個好像是書包嘛 武器還有個更大的 我們可以再去拿到更大的 然後這個是食物 罐裝食物 那我們現在也可以繼續點技能點了 那我當然要點這個 傷害力是非常重要 那我們要點這個 這個 武器的這個叫做 這個技能可以讓你耐力回復比較快 然後這個則是 讓你消耐力會比較少 對 消耗耐力會比較少 所以 主要就是點這幾個技能 唉拿到這個 這個是那個軍用的 防彈衣 那麼 其實軍用防彈衣 其實它不是真的防彈 它只是讓你增加 背包的格數 對 那麼 在暗特城裡 每一個衣服 呃 格數是不一樣的 據我所知 普通衣服的格數 欸 沒事 普通衣服的格數 最高 怎麼辦 下雪 剛剛 我現在撿到的是那個 布條 欸不是布條 蛋料包 剛剛 剛剛是下雪嗎 下雪嗎 這我太好了吧 高山會下雪欸 突然 這麼多殭屍 我剛剛講到哪 阿對 據我所知 最大的那個 那個 最大的 毛 最大的那個 空間格數 是毛衣 衣服 最大格數 是毛衣 那麼 你穿毛衣 就是 其實我們 非常需要 空間格數 如果沒有空間格數 其實我們 是沒辦法塞東西 我現在好像在講廢話 然後又掉了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按這個 按衣服 就是 這是合成表 然後 兩個布條 可以做成一個繃帶 然後每一個繃帶 我們可以自己包 然後回復20 那如果 你有隊友 玩多人的話 像 有選一戶兵的 欸這 這個 有選一戶兵的 像這個地方 如果是選一個紅色的話 他可以 他幫你補血的話 他可以 讓你補 補 補 30%的血 對 所以 我建議是 如果 是三個人的話 建議是 每一種職業都選一下 對 那麼 每一種職業都 可以發揮他的功用 都可以發揮他的功用 OK 欸 這好煩 澆水 沒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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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下樓梯法 好 那我們現在達到的是 是 你達到這個地方 欸這什麼 不能再放他了嗎 這大了這大了 這什麼東西啊好小喔 好 我們先出去吧 出口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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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